剪接节奏是很重要的 然后基本上我们的画面呢 就是说我们的新闻的这个旁白 讲到什么的地方 然后画面尽量就是跟这个旁白是matched 对是matched 这是我们新闻的剪接的方式 包括你说我们大家都在什么 你旁白说我们大家都是尽情的敬拜 然后你放一个毒涂在那边吃饭 这就是很不搭了 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新闻剪接的话 这个节奏是跟着你的旁白走 然后呢 当我也看过有的人剪那个新闻 他的镜头非常慢 然后旁白已经讲了一大串过去了 然后他镜头还在从这边摇 摇到这边 然后他那个内容都已经讲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的镜头还在这边摇 所以这个属于剪接的节奏太慢 像我们剪宣传片的时候 我们是跟着尽量是 如果没有旁白 宣传片没有旁白 我们是跟着音乐的那鼓点 咚咚咚咚咚 或者他的节奏来换画面 这样的话你非常有节奏感 对 你节奏不能太长 太快的话应接不暇 也有那种就是说 你为了让大家或做一点效果 可能几秒钟换过去 但一般像我们做新闻的话 我们都是大概三到四秒换画面 或者最多是五到六秒 但五到六秒的我们都觉得太长了 这样的画面 如果你在剪接人物的时候 就是见证的时候 通常就会加入一些 不能让这个人一直在那边讲 一直讲 全部到他一画面 一讲讲一个小时 或者二十分钟这样 会非常无聊 所以就会穿插一些 他讲到内容的画面 比如说讲到我去到哪里 或者我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 然后就可以插一些他年轻的照片 或者我刚来美国时候 如何如何 就插一些刚来美国时候的那些画面 对 就是说通过这些节奏 不要让一个画面太长久 这样的话会非常的无聊 画面要有一些变化 或者说两台机器拍访谈 一个机器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拍过来 一个机器可能从那个角度拍过来 然后你可以两个画面一起换 像这一次我来分享的话 就是两个画面这样一起切 如果全是一个画面 都对着我一个人讲 然后放到网上去 你觉得大家还会看下去吗 哪个看不下去 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边 都是这一张脸 所以有时候可能切到那台机器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切到我的PowerPoint 到时候等后期呈现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的话不会太无聊 画面上不会太无聊 不然的话你看同一个画面 同一个景别 真的会视觉疲劳 所以这是剪接的一个节奏 就尽量你的画面的节奏 要压在音乐的节奏上 或者要压在你内容的节奏上面 你不能说内容的画面 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个大家就觉得太有玻璃感了 就觉得很奇怪 这是一点点 我剪接了自己的一个经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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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